剪了樹根 然後你自己整的 自己把皮清了以後 完了給火烤 烤完了以後打光 打完光就 刷油什麼的 對 噴漆 噴漆 您這太厲害了 說那你做一個這個 這個作品得多長時間 十多天 咱進屋看看 我相信您還有好多作品呢 看看 哎呀 這麼多東西呢 嗯 這亭啥都擱自己擱水泥 擱那個 看看 這小亭子 對 自己這是擱水泥 這上面是什麼棍 樹棍啊 這是那什麼 那個牙签那個 啊 牙签棍 嗯 這上面呢 上面水泥的 然後自己塗的傘 塗的油是不是 對 哎呀 這個小亭子做得不錯呀 這甲山然後也都是像你說的 自己撿的 對 撿的 撿完了 不成形的時候 我就擱沙烙的雞 切割雞 啊 再整 那邊也有這個根條啊 是不是 是 這些都是自己整的 嗯 這是龍 葡萄羊 我看這樣挺好 我就改了這個 平時真的打完時間的話 自己應該是還挺有樂趣的 過日子沒有缺的東西 哈哈哈 你看掛子 擺子 大美都好幾袋子 這個是蘑菇乾 這是什麼碗 蒸膜啊 蒸膜 然後下面是蘑菇 土豆乾 哦 土豆乾 這是花生米 嗯 然後這邊呢 還有那個酸菜 對 酸菜 我就去找一個做伴的 能互相能體諒 互相吃不吃不 主要就是本分過日子人 對 過日子 就是對生活這個事吧 我不僵就 嗯 所有吃的東西吧 我就不僵就 我吃的東西吧 不能吃外邊那個買的 我就覺得沒有我自己做的好 飯店 這是農家醬 他那個飯店他都買的 熟識自己家 我買的料了什麼 醬料了啥的 我是自己做 我想做啥味做啥味 完了吃就不一樣味 我是有兩段婚姻 我家小姑娘是我生的 是85年離婚 因為那個時候計劃生育 生個姑娘 就是我婆婆家就是不滿意 我離婚了之後 她可以再生一個 這麼的我就離婚了 跟我愛人是 跟我這個第二夫人的丈夫呢 是90年結婚 一直到19年去世 然後我妹妹以前就說 大姐給你報名報名 我說心情不好 不要跟我說這個 今年好了 我妹妹說 大姐一定給你報名 我說天天看那個 老多好的 就你不報名 自然也聯繫不上 我這兒吧 就也挺開心的 沒啥想法 找的就是伴 別的跟我都沒關係 嗯 我有公知 就是不找我也能活 但是心情不一樣 要找伴就是 臉兒都樂樂呵呵的 快樂點嘛 嗯 快樂能殺菌 又不是說 吐了多少錢 就是這種想法 我就聞著香味了 聞著香味 嗯 它挺甜的 哎呀 做這麼多菜 有小狗吧 嗯 嗯 這小狗還是不叫 不叫 兩幾年了 九年了 哎呀呀呀呀 做一年了 哎呀呀呀 做一了 太做得都差不多了 做完了 挺快呀 行 那正好吃飯點 一會兒咱坐著聊吧 那那個阿姨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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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多快呀 多快呀 給你個豬卵 不用 不用 我過不了我就講 謝謝你 哎呀 我沒有了 你自己做的豬卵啊 是買的 買的 哦 你不用給我夾 我自己能夠了 我就自己夾了 不用 吃得更快呀 我 我 我跟你說了 我就是不餓吃兩頓飯 要不我就說我不願意那個 就是不想吃多 我也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 你這麼喜歡寵物 嗯 我不喜歡 啊 是嗎 嗯 家裡有洋蟲 就是這樣 狗不能跟人在一個屋裡 狗 我愛人那雙人喜歡狗 我們就跑農村租個房在那兒待一年 養一堆狗 就是狗一定跟人不在一個屋裡頭 是這樣的事兒的 不該屋裡拉 不該屋裡養 訓練老好了 從來也不一樣 就是人就是喜歡都一樣 因為現在其實好多年齡大的老人 因為一個人挺沒意思的 沒意思的 對 就是那種人 有一個小狗或者是養個小貓 就是挺大的 所以我男兒給我媽的 他說那個 跟你養個小狗 你養個什麼意思 不能在一個屋簷下 還是覺得他可以在廳裡 然後不用進屋什麼的那種 就是狗不能跟人在屋裡頭 別的吧 其實我沒啥要求 我也不知道我這麼說 大哥介意不介意 我不介意 這個不算啥 對 不行了給人家一樣 會不會玩手機 不會 智能手機 是 那有膽子呢 你現在用啥呀 用老年手機 老年手機 那你應該學智能手機了 這個 這個是叔叔現在用的手機 不是那個 那個大人兜子裡那個 這個 這個 叔叔也有微信 這個歲數應該會 你看我二十五都八十七了 每天給我發微信 每天都給我發微信 我不願意想知道 你要跟上時代 那就多好了 不是 那個兜裡頭不存 是哪兒呢 好存了 那現在都戴這個 對呀 這個小是不是 對呀 那是老年手機 這個老年級 現在就是 八十多歲的人都玩 都應該於時俱進嘛 不 那不是玩的意思 就一定要適應這個社會 孩子的社會 對呀 你要跟你孩子打個電話 說個 接個視頻 接個視頻電話 省得互相惦記嘛 我在 有時候跟我兒子做視頻 對呀 你歲數也不算大 一定要學這個 一定要學 這是生活的一部分 這個東西吧 其實不是生活裡頭有多主要的 這會可能是緊張開發 但不會 他也 其實也不是 他不會 就有好多事情都做不了 對 其實但你還是主要得看這個 跟這個人行 這個手機吧 就是那天打電話下來 你跟我說 說一定會玩手機啊 要不我覺得有點接受不了 那你剛才看你這個 嚐這個時候做的飯 我看你也不太想吃 是不習慣在外面吃飯還是不習慣 我不吃外面的東西 不吃熟食 對呀 你看剛才還說到吃熟食 你覺得兩個時候也不會 買熟食很正常的事啊 沒事你阿姨 你就是想咋說就咋說 我跟你說都是實話 就是熟食一定要打個問號 我賣個豬肉 所以我就對熟食有感覺 所以我不買熟食 願意買熟食我就不買 那我按手上 你覺得阿姨這個感覺看著還行 還行 還可以 嗯 那你這樣吧 我把那個阿姨再叫我來 然後再聊聊這個情況 看看他咋說 咋決定的行不行 行 我的想法就是 你看屋也不大 整的那個東西 是不是有點多 地上那麼多東西 我爸就是啥呢 閒得沒事 我愛好這些 像那個地上那些東西 吃喝啥的 是不是也是吵得不舒服 那你就 那堆呢 都還拿了這衣服鞋 都新鮮 都不要 誰穿呢 嗯 誰穿 你看就是嘛 有些東西吧 不是穿不過來 你看你一個人用不了 這又不是倉庫 以後如果是能賣出去 賣出手了可以 是 該找事就能賣 但是在不賣的情況下 如果是像阿姨說沒有用的話 可不可以就淘汰 扔掉 沒有冷的 那冷的是錢 不一樣 生活習慣不一樣 就是 這樣吧 我不是說那個 叔叔這麼好 也能找到 對 比我更不適合的 嗯 沒關係 那叔叔呢 您 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沒啥說的 謝謝 謝謝